2004年,我五歲 媽媽帶我來到了南橋學校 我問媽媽我們為什麼要來這裡 媽媽說 在南橋學校 大家可以共同修建一座通往祖國的橋樑 你喜歡學中文嗎 是爸爸媽媽比你來的還是自己願意來 自己願意來 我問你說 小小小樓 進去做來進去遊 以前我們的學校全部都是繁體字的 還有廣東話 然後十七年前我們開始有變化 就是因應很多家長跟我們中國的發展需要 春眠不覺小樓你學過嗎 學過 學過你能背那首詩給我聽嗎 不開心 春眠不覺小樓 就是你喜歡或不喜歡的問題 我希望在這裡 南橋學校學到的東西 是給他們鋪墊的 在這裡 你會不會讓你學到小樓 你能學到小樓 那天 一會兒 我希望在這裡 你找到小樓 你找到小樓 你找到小樓